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C组的比赛 两支战队分别是 福建银河战舰和广东深圳N5 在一切就有可能 我们相信自己 然后没破坏 尽量早饭后 谁能闯进八强 让我们拭目以待 没有所谓的报应 广东最大人好 加油 福建银河战舰 加油 汇聚天下高手 享受竞技快乐 这里是由汇聚全国棋牌高手 可以赢花费赢奖品的 勾勾斗地主 为您带来的大型热人棋牌竞技节目 勾勾斗地主冠军杯 本次赛事由勾勾斗地主 为选手提供奖金 您可以搜索勾勾斗地主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勾勾斗地主 与全国高手切磋牌记 报名参赛 还可以赢花费和食物奖品 更多赛事详情 请关注勾勾斗地主 官方公众号 为规避斗地主的运气成分 保障比赛的公平竞技 勾勾斗地主冠军杯 均采用富士团体赛的比赛规则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VCR 了解勾勾斗地主 富士团体赛 勾勾斗地主冠军杯 均采用富士团体赛的比赛模式 富士团体赛是一种 两队最美的比赛方式 每队由四名选手上队 各分为两组 选手们与对手交叉而受 形成两桌 同对手两两厮杀 并且两桌的牌完全相同 相同的一副牌 要给两队都打一次 这样比赛的公平性 竞争性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选手落错之后 依次笑盘 根据笑分原则 最终成为地主的玩家 将获得底盘 此时对方两位队友 自然变成浓郁了 本局队友则处于观战状态 这就是富士团体赛的打法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勾勾斗地主冠军杯 总决赛C组的比赛 出战的双方分别是 福建银河战舰和 广东深圳N5 两支备受关注的战队 广东深圳N5 在S4夏季赛排名第七 秋季赛小组淘汰 沉痛的打击 让他们在总决赛 重振旗鼓 蓄势待发 而福建银河战舰 在S4夏季赛 勇夺归关后 秋季赛折击霸强 总决赛再次集结 只为冠军而来 这两支战队 到底谁能更胜一筹呢 我们邀请到了 勾勾斗地主冠军杯 S4夏季赛冠军队成员 飞鸟 作为我们的见证官 来和我们一起回顾 这场比赛 欢迎飞鸟 经济永不止步 重温冠军之路 大家好 我是冠军之路见证官 飞鸟 吴振平 总决赛的广东深圳M5 你觉得他实力如何 总决赛的广东深圳M5 我觉得他的实力有所提升 因为这次他们是 新加入了一个组合 他们之前的队伍的话 是猛烈 英雄 圣天半子 朱峰的孤独 还有超人 其实他们的实力就非常强了 这次的话 新加入的红尘游礼 跟地主后人 然后他们的队伍的实力 更一步加强了 总决赛的福建银和战舰 有哪些改变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秋季赛只不宜八强 有很多惋惜的声音 队员之间的配合 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但你不可能永远是冠军 不管你曾经站得多高 有多闪耀 在冠军杯面前 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这就是这项棋牌经济的魅力所在 也是勾勾兜地主能够吸引众多高手 干洒热趣的原因 所以我们S4总决赛卷土重来 打破了之前的固定搭配 试图找到更适合的组合 希望能够吸取教训 减少失误 把我们秋季赛失去的东西再拿回来 本场比赛的前两局是怎样的局势呢 前两局的话都是广东 深圳恩武先发之人压着我们打 但关键时刻我们队员扛住了压力 立风翻盘 虽然前两局我们2比0领先 但是总体发挥下来 大家感觉队员之间的配合很不舒服 所以第三局我们还是换回了 我们下季赛夺冠的固定搭档 一帅到底和九霄云外的组合 这个阵容能不能让队员们 重新找回夺冠时的状态呢 勾勾斗地主提醒你 现在开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勾勾斗地主冠军杯S4总决赛 小组赛C组的比赛 对阵双方是福建银河战舰 和广东深圳N5 来到双方比赛的第三局 看向B桌视角的第一副 582 尾佳的排行确实是两分至三分 尤其在尾佳位置可能会 还是挺稳 对 地主后人的教训 其实真的比较科学 是的 他的开牌 单牌的点位有点多 还是开单可能更好一些感觉 我们本应该是K 看看胜利过尖 先把二和小王的肉拍拳打掉 看到阿九跟逍遥 有点梦回秋季赛 这对老搭档终于又再次 哥 梦回夏季赛行吗 你刚说完别提秋季赛事 怎么又梦回秋季赛了 我刚才说的是秋季赛吗 对对对 那 严谨一点 严谨一点 重新说 那呼噜掐了 对 重新说 这个看到阿九跟逍遥的 这个画面 顿时让我 我刚才词怎么说的了 梦回 梦回夏季赛 嗯 好嘞 我看这部牌地主 这对K如果拿牌权的话 还真有点机会了 因为三代一打出去啊 你下架动 动还是不动 你动了以后 你出单包对圈的话 那地主这牌是有掌控力的 是的 好 这时候得打撒溜了 哎呦 还挑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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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街顶你 你怎么 你动是不动啊 他是不是要输啊 是的 三代队 笑颜队伍 嗯 现在对圈接 这一下给你 难受了 没事 没事 如果呢 对圈让一走的话 撒尖 撒二打掉 撒二打掉 还好 还好 如果真是冲动拆撒二的话 这牌就危险了 嗯 哎呦 万一卓蓝队先手三分 嗯 这这这三局开局的局势 都基本相同啊 对 剧本是完全雷同 纯熟巧合 是 是 难兑一上来 这个发力还是非常猛的 这部牌 这部牌 这部牌逍遥 选择了送同伴 但是 如果自己走的话 没有保持自己排行整齐度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 哎呀怎么说呢 你说这部牌 如果他自己走的话 地主是没有办法的 撒在这打出来 地主肯定动不了 怎么 人撒六带俩五可以占一手 可以占是吧 可以占是吧 下间撒千 带俩圈的话 你担五担六 上间要撒钩回的话 没有对带 担五担六 那地主 地主还有他 地主还是有机会是吧 对 这牌只能说地主后人空的好 是的 又是非常难的一副牌 猛烈一分输一战 嗯 另外一桌是双王趴活了吗 是的 看看地主后人能不能弥补啊 另外一桌先手丢掉两分的这个局面 拆网打赢都应分 对 没有单排压力了 对子抡起来 有那但是下架在牌 对家有牌权以后 但是他三代跑 他是可以规划整两条顺子是吧 他就是两条顺子 对 三到七五到九 对 上间对间 哎呀 又有点误会 他是怕逍遥是怕地主回对间吗 嗯 继续上牌 上街这种降点我等待过灯钩 还有什么感觉 我只是感觉啊 地主有机会是吧 嗯 好撒开 对三你下下对九 嗯 对尖 你三四五六七出来端章五 见了我就可以炸你打对六 外边只有对二能封住我对圈 看看这手炸不炸 要不炸可能就危险了 对 没炸 没炸的话 没炸的话 应该就危险了 没炸就不行了 是的 你现在炸了打对十 也不行了 现在要是炸了打对圈 可能就得搏上街是故 对 双赢五分 太久这个没过对九 直接顶对间 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嗯 首架的一个两分 球的七的排这儿没上来 对 断七断圈 尾加同半 形成炸弹了 四个圈三个七 这排可太难防炸了 除非农民排特别散 哎呦 人帅三分打赢了 不敢想象 那上家主跑地主没机会啊 这排 三分打赢 怎么防炸弹啊 好 好 单十 单勾 地主后人这排拆尖可不是特别好的 一个选择 地主最后有可能打成了一个 就是小王看下不下 嗯 下了 下了也不行 下了也不行 对呀 现在四单是不够的呀 看看阿九这手牌 拆 那就要搬个倒门吗 嗯 对八地主要挺难受的 继续单四 还是有点头疼拆不拆七啊 嗯 其实现在过个五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呀 我反正过五也是眼灯 反正挺难的 对吧 你过五挺尴尬 我期待同伴一会再出单队我能过六 我最后就空你这个四张牌以下 嗯 这也是一种选择啊 看看逍遥怎么去评估 好 好 你要单纯的不动的话 可能同伴这牌不太好传逆 他没小堆 还是不是拆K好点 拆K好 想防扎还是拆K 我先把外边那张毒尖给他摘一下 对 对高 看看回对二打对八 没有什么玩的是吧 对八人有对九啊 是的 好还是想防扎 那你不够啊 那你刚才就不如先把K摘出来了 外边还有张单尖呢 这张三阿九应该不要吧 嗯 也没事 过四的话上尖能过六 嗯 好开炮 还是输账 一步七分双赢 嗯 人帅防扎了 除非地主最后是打成了防扎拍型 上加还有张单三对七是吧 是的 这副牌组 这副牌组 逍遥和阿九配合完美 赢下一炸 而A周人帅做地主打出防扎拍型 让我们队实现双赢 让我们队实现双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人帅是如何打出防扎拍型的 对 小王还没要 哎 五还没过去 还没要 这是判断地主手里边还有二 小王要要了的话地主也不太好防扎 对啊 小王下来以后啊 地主还是这个拍型是不够防扎的 嗯 对 三到十被拐上 反正也是过K 但是你不太好检验 那外边队二 但是相同类型的牌啊 还是之前就是 就是跟这个牌差不多的 嗯 就这种牌还是先开顺子 因为如果外边队二在一加的话 你出单你也是检验不了队二 但是我可以一会儿 比如过完K 还可以再过尖嘛 检验二的牌上 可以把顺子加成那个三到K的顺子也行 因为毕竟我自己手中三张九两张十 是的 但是开牌三到十如果大了 就可以打多少回对二了 是 对 就怕主要就怕被管上是吧 是的 因为你顺子是缩短一劲的嘛 是的 你要是组成三到K的话 你顺子是加长的 利与弊就是毫厘之间 对 就还得看外边农军的牌型分布 也不能说哪种 就是完全对于错 对 为什么至今还有争论 就是因为它这个 有时候赢有时候输 对 毫厘之间 好 地主这个牌开牌的话 因为对对 对八 受对尖的控制 嗯 而且小王仨了 所以说开牌是 对的 对七对八一般大 底牌的八的信息 好 还把底牌的八留下来是吗 嗯 三到钩 这就是牌力十足 这就是牌力十足 我就告诉你我有顺子 先出尖 先出尖就是不防炸了吧 对啊 如果防炸的话就是先三道钩 嗯 如果被管上的话 我圈的牌上就见了 管不上我单肩 对 接二回小王 我还有防炸的模式 对 你现在拿了牌圈以后 应该不太敢打三道钩了吧 除非建单行啊 建单三二打三道钩 这样的话被管上 还是单上全控 对 建队你过不了对七的话 也得拼三道钩 对 看这个对三门板怎么操作吧 不是 地主的这个牌明白视角 看已经是必胜了 那现在过对七就不聊了 嗯 他先打三道钩 可能他想的是 他怕被管上以后农民反对 那现在还要防吗 别防了吧 现在呀 哎呦 下针都几对了 这样被管上 你说一玩对 他可能通过两个农民的刑牌呀 判断出来外边大概率 没有这么长数字的了 是的 排场数量也都不多了 还要做一个针的 还有这个针的针呢 他就说针的针 是针的针的针 还有针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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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二上小王就怕大王打你去调单 那你就等着过钩才行 那也得过钩 对八九这排打得挺坏啊 对八是不是可以先让一手啊 他是一个中队 并没有表明完全自己是一个主跑身份 他现在回小王大王要打你 再变队有点尴尬啊 哎呦这牌 哦 这牌出单对我刚刚说出单的话 地主这牌也挺难受的 那就是闯两条啊 闯三到九 下加四到十调一张单 下加多单 这牌要打单的话好像就见书了吧 对下加四到十管上之后多单了 是的 扫一张单地主的三到九这牌给下加拆散了 嗯 要是真打张单三想突回二的 这牌可能还见书 下边过张圈 上边一顶二一反对 对 下边全对 对六对九对十对K 然后单二到背四到八 对 但是出单三回二应该没有这么玩的 没那么玩的 肯定得拼一条顺子 对 两条顺子都不看大是吧 是的 好 好 那凭借红尘有你的这个牌感 这个两分叫的非常的好 这样的话 进了一分 进了一分 五分的一个分差 哎呦 首家这个牌挺有吸引力的 八够K 这K补的太好了 这样的话三代的领域是有控制力的了 勾也可以 嗯 他就把没用的单八先扔掉吧 对 猛烈是三分赢一战 哎呦 但是上架这个牌我们看 对地主威胁非常大 对啊 哎呦 但是圈没过去被同伴给截了 如果过了圈 下次再回来二大王飞机 顺利的话就可以爬一了 是啊 这不行不能再挡一手同伴吧 哎呦 又帮到马上了 好 单K 哎 八够 胡真有你这直脑头直白头 大哥你这能跑吗 你不能跑 你咔咔了顶我干嘛呀 哎地主这牌现在就 占优了 占优了 哎 有没有输啊咱看看 嗯应该没有 没输上架没过牌 上架刚才把二给弹出去 可能地主这牌真危险 嗯 对 对吧你不让他回这张二 嗯 你让他出了小王他手里是什么呀 单十单二 嗯 也不行 小小这牌不可能再打对了 行 刚才二谈完了呀 现在上大王啊 但是上 下架传不出来小三代了 对啊 现在你上大王飞机三代一上两张 那地主炸了打对钩也是一样 因为下架单牌还多一张 是的 但是下架出个单圈 哎呦刚才要把二买了 可能还真有有可能是吧 对 对 我这手刹三我先打三三你要不动 我直接就飞机报一了 你不炸我我就 虚招 这么硬吗 那那也不行啊 不不不 现在的话 地主的失误空间就是炸了 打大王爷 打小王爷不行 这对钩是 不不 他现在怕他不敢炸 因为上架在地主的视角上架肯定是一对 那我炸了不管出什么 下架肯定炸完之后反对上架走了 那上架有没有对酒的可能性啊 对 现在就 所以说红尘有你的这个型牌 是给地主制造了 就这副牌来讲最大的困难 对 是有可能失误的 但是从名牌视角看 这牌地主是必胜 是 不管怎么什么情况 名牌视角看是必胜 但是红尘有你的这个型牌方式 确实是 打得真好 非常优秀 对 打得真好 这就关键手 这张二要埋进你就漂亮了是吧 对 地主后人这牌啊 其实说实话 可以不过这个圈 为什么 因为他单牌点位太多了 对 他又有炸弹 其实他期待的是同伴能够快速跑 对 最好能够迅速爆牌 其实才是最好的一个效果 是的 这副牌确实 可能地主下架这个牌做辅助更好一点 是的 好 好 来到第十副 80k 二加的两分 成销 有的时候我们名牌视角 我们看的很清楚 对 选手逍遥当时肯定想的完了 上加包队我只能让你走了 哎 他不敢搏上加是对9 对 因为下架呀 没有什么大牌牌力 一直在抢牌 所以说逍遥应该能判得出来下架啊大弹 是的 好 飞机闯出去就可以 哎呦 飞机都被击落 飞机被击落 有点背 有点背 打出盾 地主有输吗 好像有输牌吧 有 杀四不大 过不了对五 打对三 打对三 同伴只要扛个对十就行了 不扛对十也没事吧 地主过对五再过对十 那过不去对十 他过一对都没事 是吧 嗯 打单的话 地主也没写着百分之百上 对 就算逍遥不顶二 地主上二 阿九大王 应该只要敢打对就行 同伴一定会顶住对十的 因为底牌上的十 是的 好 这大王肯定是要打啊 不打地主就直接获胜 先跳对钩了吧 打对三 看看同伴能不能顶住对十 如果对 因为笑偶的视角 虽然底牌上的十 对 上下出的对钩 只能拼了 只能拼了 没办法了 上边出的对钩 下边必有对钩吧 必是对钩 嗯 好 把底牌十带走 笑遥自己就掌控了 这还不投降 真坚决啊 我就消耗你们时间 这局 好 认输 福建队是换这个阵容搭档了 应该时间上会够实 欢迎回到由汇聚全国棋牌高手 可以赢化费赢奖品的 勾勾斗地主为您带来的 大型真人棋牌竞技节目 勾勾斗地主冠军杯 汇聚天下高手 享受竞技快乐 您可以搜索勾勾斗地主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勾勾斗地主 与全国高手切磋排击 报名参赛还可以赢化费 和食物奖品 更多赛事详情 请关注勾勾斗地主 官方公众号 本次赛事由勾勾斗地主 为选手提供奖金 好 现在前十副牌打完了 目前福建银河战舰12比8 暂时领先广东深圳N5 我们可以看到 福建银河战舰换回 一帅到底和九霄云外的组合后 打得更顺了 那压力是给到了广东深圳N5 他们能否扳回一局呢 好了 我们话不多说 勾勾斗地主提醒您 继续开牌 十一副又是两炸 另外一桌首家叫的三分 底牌补得还行啊 这四五补得真好 是 这桌有可能是韦佳了 韦佳这排行是必较三分的 底牌给韦佳也是添补 比首家补得还好 对 这首家拿起来能赢吗 没赢 你看吧 人帅这排输一炸 那这排很有可能 是一个大分支的得分点 这底牌给红尘有你都够春天的 这就是准备出春天吧 这是不是春天在炸了 这三二要不拆啊 看看萧佳 萧佳是有过四个二支 好 那我这铺垫白铺了 是吧 萧佳秒过 那这排就自然的春天在炸了 满分 但是萧佳要拆了也是满分是吧 对 那在炸也是满分 嗯 如果这就是多输点分数 但是咱有分支的封顶 萧佳要拆了的话 地主也是直行炸弹 六分的话 两桌加起来还是十二分 再近十二分 十二比二十一副牌 双赢满分 直接将比分反超 也应该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最大分支的率 这首家的那个排行 说实话 较三分还是有点高啊 但是任帅他有自己 对排行的一个理解和评估 也没有任何问题 50k给到首家阿九 首家的两分 一排补的还是可以的啊 超人三分没打赢 这排可以规划成 先出个单三吧 对 这个有这个五到九和八到圈的 两条顺子的变化 还有勾圈可以和一条六到十的变化 好 单尖先让牌拳 看个地主后人啊 七到钩 选择要启动 阿九感觉到不太妙啊 这八到圈有可能要吃 吃掉以后再继续调整单牌 单钩 我这有你的牌也非常整齐啊 三到八 现在阿九四条五到九还不容大 见对的这牌应该就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办法了啊 但是由于自己的较分 点位低了一点啊 现在应该有一个一分入账 对圈 下肩应该是明对肩 阿九可能不太舍得把这对K埋里 我出对K人家对肩正好顺财 我没意义 好 还是选择把对K埋掉 看个阿九最后薄不薄吧 下肩对时报一 我上肩排不整 上肩是直接顶肩起的七道钩 从这个排序来看 上肩的排应该也挺整齐 如果肩排不清晰的话 单从经验来看 上肩应该是单排的点位不多 如果肩排清晰 那就不用说了 上肩排肯定是整齐的 这个阿九要好好利用这一手的时间 评估一下 看看要不要薄一手 这个不排了 应该是能评估出 下肩过去单圈的排 但是可能不能完全评估 上肩到底能不能走 出单圈让一手排 上肩自己就掌控了 本来还能赢一分 本来是能为本队赢一分 结果是这个一冲动 炸完以后是对手拿到一分分支 12比21 9分分差 下一副排福建队的一个先手6分 这副排局我们来看看 九霄云外组合的神配合 阿九神传三个三 配合逍遥的三个四 堪称精妙 这也印证了勾勾斗地组冠军杯 队友之间的默契和信任有多么重要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给到二加逍遥的位置是真好 六七八九十八刀k 三四带个三 好先上k的牌章 哎呦地主这牌要不上二的话很危险咯 哎呦三到八打出来这牌地主是不是有风险要输啊 嗯上街一个六道沟 看看逍遥敢不敢打萨四还是四代二的 呃四代二地主都输 下街有萨三能传有一手二的牌拳 是吧 对出单吗 单圈 单圈是怎么考虑的呀 就想把自己先淹单因为自己有诈 你这个牌能大出撒三吗 九老师 哎呦精神三大一吗 哎放了第一想法自己的第一想法 对圈 他不敢评估这个撒尖是吧 先用对圈去试验一下 哎哎哎 有没有尖是不是俩俩分布 一看不是 一看不是 好我穿撒三漂亮 这牌打的是真秀啊 但是逍遥的这个牌 人家就知道同伴能给我送撒三 相信同伴 对啊 你别问为什么 逍遥表达的是 虽然你现在不相信我 但是我百分之百相信你 对啊 那这样红队即将还一个满分 对同伴这种形牌 阿九应该大概就知道了 他得先用对圈去试探 这尖到底是不是俩俩分 阿九肯定都有点懵 嗯 这你手里杀四你不出 你打单圈 对 还好有个三个三啊 不知道怎么评估的 嗯 会不会评估同伴是一个 两个三代 杀尖和一个三代 也不应该啊 帝主第一手上的K 不是同伴第一手上的K 帝主上的是二啊 帝主肯定不是单肩 对 因为我觉得 我都 我都真的 排感 就是排感 猛烈 这个牌三分大赢 下加过八 哎 没过八 哎呦 刚才满分双赢是吧 嗯 哦 下加给截胡了 那杀三还没送出来 看 这传三三太难了 同伴没表达出要三代的派路 是吧 你的意思就是说 阿九的杀三是蒙的呗 不 我这说意思是太硬了 太好了 你怎么还歪曲一下 反正 反正这杀三我是打不出来 全哥有可能 我打不出来 关键同伴是这种型牌 你 捕捉不到啊 你肯定得 你肯定得送单啊 对 这顺子它还是管着地主 对 不是说自己启动的 对 看不出来呀这个牌 看不出来 唯一能判断的就是 地主出的三到八 那同伴有可能有啥四 嗯 是吧 对 十五负 五九K 因为在地主下加出单圈 是有可能要对的 但是在地主的上架 调单圈 有可能扛牌呀 对 是吧 对 来吧 咱们看看这副牌啊 哎呦 这牌 阿九有点脑脑的呀 拿起来以后牌力比较弱 这牌得期待农民去起队子 嗯 好 看看门板会不会起队子 真有可能起 甭管队子三代 都得入地主手中一手牌呀 三代来了 3K打不打 好 打的话就是想尽快去要牌拳 这牌 这牌真有机会是吧 反正名牌视角看已经赢了 必胜 三到七自然大 对 然后现在对子领域是掌控的 三二一下 你不下也没事 我对九 对 你对圈我对尖 八对二我就对的单刷全控 是的 唯一就是得去观察我的三到七 嗯 还可以反对 好 漂亮 因为同伴启动三代一了 这牌正常来说不会出单的 是的 同伴肯定是一个启动的模式 同城有你说 我还是出单 让我同伴看看 我不知道说啥了 但是现在地主后人可能会想 同伴不给我反三代 也不打对子 还出单 是不是同伴有大网 是的 好 现在R9的视角 现在三到七是不大的 但是上加出过一手三代 有没有可能上加上行还有一个撒钩 下行是断七 嗯 来对了 来对的话就非常的舒服 太痛快了 直影 嗯 现在唯一剂量的就是断张八 对 现在可以防炸了 但是这牌没 可以防炸了 对 出个三到七 对 三到七做大 因为三到七明大了 防不了炸弹 你怕 这怎么 上加这么启动 你包大王 有炸估计也是输啊 是不是啊 因为 打了 几局了 R9可能也看到了 上加的玩虚招 对 他有的时候 他可能是走不了的牌 他也是 是的 对 但能防炸肯定是要防的 对 这种模式肯定是最好的防炸模式的 嗯 那你真是延单又有炸弹呢 我真没辙啊 对 首加 首加这个牌 好 五勾二 二加趴活吗 一分都趴 不怕底牌补八 不叫分我觉得他都有可能趴着吧 红尘牛你的这个叫分还是挺明晰的 底牌给你补个八 哎 海底赢分了 是二加的两分 海底赢分 四分 R9要是输一诈的话 R9这牌 R9这牌应该有赢 应该有赢 嗯 海牌单九 或单四 下加过十 下加过十 除非地主拆了尖以后啊 再打盾 下加对K拿白拳 是的 但是我相信R9这尖 看是过K啊 对 过K是一个不错的拳 对R9这尖应该轻易不会拆的 毕竟一分从交的吧 是的 上尖一起对地主也难受啊 三代对对六 就怕他把十道尖卖了除对六 地主杀五还 我怎么觉得十道尖卖了对地主是好事啊 对 这不能管吧 这杀五不看大呀 对 一旦被人管上的话 你现在是形成多单呢 你运气挺好 杀我大了 这台应该是有机会吧 嗯 单四下加单九 这门板怎么办 不好扛啊 这张单钩有可能让地主过呀 过了钩我就可以拆尖了 贴亮了 贴亮了 那应该大概率双赢了 但是拆尖 外边要是双王是分家怎么办呀 人家给你玩对 透控啊 就等待 等待 看七道钩打 那我不能不要啊 因为外边不仅断王还断六呢 不要可就输了 哎呦 这能先打六道钩吗 孔男友你 嗯 应该是先打六道钩 太硬了 嗯 嗯 因为你拆尖见王啊 你就等待 他就怕双王不成 对 因为他一分成交 双王不成 一旦人家王管你一手打盾 你这牌拆四个二都没进 都不见得能赢 是的 这不拆尖也有道理 拆尖有可能输 如果俩王分家的话 拆尖有可能输 我还是觉得他这个 撒五代一盾的那手吧 有在上去 对有在上去 可以考虑先控一下 那我觉得拆尖好 要不这牌就直接拆二 反正一分成交 我赢那不是才赢两分吗 是的 直接上二连一王 我还对的领域 我还不失控 嗯 同队在进两分 二十七比二十二 五分的分差 第十七副 四八圈 四八圈 另外一桌 人帅伟家叫的一分 嗯 这边地主好人也是一分 那伟家叫起来 三圈大 三道九大 就看伯伯春天了 伯春天 三道九 三圈 对尖 对二 如果这个七道钩不摆尾的话 这个牌就很被动 这牌其实很难抉择 嗯 其实如果你六顺大了 哎呦地主后人这感觉 这个选择是真好 其实可以考虑啊 对圈对尖对二 七道圈 因为打过 也是一种选择 对 就是伯伯外边对二没成就行 但是地主后人的这个 形牌的顺序 真的就是名牌视角 是的 但是这种选择其实 也是那句话 就看农民的牌型分布嘛 对 对 你万一这牌外边没顺子 有三K 嗯 那你这种选择可能就 错了 就是错误了 对 首家这牌叫不满啊 另外一桌 阿猛是叫满了 是 那这部牌 其实牌滑挺一般的 是的 哦呦 猛烈 三分输一战 那这样的话 福建队铁钉进分啊 对 就看逍遥的这个选择了 嗯 这牌 能不挨炸吗 也是很难放炸的 嗯 别说放炸了 没有炸 好像赢起来 都不见得能赢 都很费劲 是的 见到的是撒钩啊 那自己如果规划成顺子的话 现在是名大 好 那红尘有你和地主后人啊 这个农民其实他们的 这个招法还挺丰富的 嗯 你看 我给你来个二 嗯 就逼迫你 对 逼迫你犯错误 直接就给你改队 对三吗 对三吗 应该还是先对六吧 对K对尖 有可能是有一手排悬的 对 但是万一地主是对二 对尖呢 哎 对 人家先控你一手 知道你还得打队 是吧 这对三就形同于死排了 好 好 圈迟迟不漏 好 好 圈迟迟不漏 让同盘过一张 让同盘过一张 有可能不要 嗯 哎呀 判断的太准了吧 这个K沾得真好 哎呦 地主是不是有机会了 这盘 这个K不沾有机会 K沾了好像机会不是很大 啊 不是很大 我出勾 嗯 嗯 你出啥啊 你出勾 除非这手不要 对啊 我不要 这手不要 农民是还有机会的 如果这手上尖的话 地主应该是逼胜了 地主有让K 对 地主有让K 漂亮 地主后人这尖肯定不会成一下 现在没辙 这勾一不一样 这四个圈明了 对 逍遥也是战术后队 逍遥也不敢打K啊 打K尖沾你啥二人小王 你得在一场大王那是B数 对 只能出五 出五呢上这两张牌 只要人家过一张可能就输战 哎 我 自己是可以掌控了 地主可以掌控了 我在想地主后人是怎么判断 同伴这个单 单九吧 是都过不去呢 确实很厉害 我地主出的勾 哎 什么情况啊 这地主怎么赢了呢 哎 他小王是没下吗 小王没下 小王 小王 不是 他是让了一手吧 他让了一手地主出五 他 他没要 他要了 要了 他过了一张 他过啥了 尖 哎 不对九 他过的九啊 K尖二 他那边为什么不让同伴过呢 哎 那不对啊 那刚才怎么 我们刚才看农民已经可以把地主控死了呀 不是农民是地主出五的时候农民朋友得过一张啊 抱一夜他能炸掉船啊 他用单九把同伴给挡住了 是 嗯 刚刚挡住那一刻 东哥不是还说 对啊 自己能控了吗 怎么把同伴挡了 嗯 我以为他自己够了呢 一看不够啊 他自己不够啊 我还在想 他怎么判断 这地主单九同伴是过不去的 差一手 嗯 小王也没管 直接放了 这样的话 比分来到了35比23 来到本局的第19负 十二分的分差 就对于广东队来讲相对比较难了 嗯 就剩两负了 这台红阵用你也没办法了 让这小王一让啊 对二直接再剑 叫的是一个两分 嗯 不见银河战舰的两分没有分差 来到最后一副 必须得追一个满分才能追上 追打平才能 是 有没有机会呢 毕竟这样的奇迹在前两局 都是有存在 超人两分 对超人在另外一桌一定是体验感不好的 三分 四九圈 主家拿起来也不太好弄啊 嗯 登七登九任选 看下加过单十还直接三二 二二 人要你应该会放吧 对他应该是感觉到现在是落后的 那个较分的凶缓程度就能看出来 嗯 但是对的一出好像对地主还挺 挺挺利好的 是的 现在对尖去拔对二 检验这个对二生成没有 下架直接上的二 所以上架是有可能有对二的 飞机 直接反对七 直接送同伴 我也自己不走了 也不漏拍张 那地主这排就活了吧 现在不确定外边有没有对尖 嗯 下架接牌肯定得打了 就他 但是地主现在怕外边有对尖 所以说下架接牌他才打 现在直接就 排序可逆了 这样的话 红尘优你 这副牌应该是能赢炸的 能赢两分 但是另外一桌超人手夹是输炸的话 这牌也没有办法 对 超人在另外一桌 是输了四分 红尘优你作为队友在这桌是赢了六分 里外里这一副牌 广东深圳N5是赢了两分 所以说我们的冠军杯的比赛啊 双方打的是相同的牌 在两桌 这样的话 摒弃了传统的运气成分 好 那我们可以暂时恭喜 福建英和战舰3比0 率先拿到赛点 是的 好 本局结束 福建英和战舰再打一场 连续拿下三局比赛的胜利 直接掌握赛点 竞技永不止步 重溫冠军之路 本场比赛我们顺利拿下 并且拿到赛点 后面我们一鼓作气 4比0拿下对手 成功进入S4总决赛的八强 本期就陪大家到这里 下期再见 欢迎收看由汇聚全国棋牌高手 可以赢化费赢奖品的 勾勾斗地主为您带来的 大型真人棋牌竞技节目 勾勾斗地主冠军杯 汇聚天下高手享受竞技快乐 您可以搜索勾勾斗地主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勾勾斗地主 与全国高手切磋排击 报名参赛还可以赢化费 和食物奖品 更多赛事详情 请关注勾勾斗地主官方公众号 本次赛事由勾勾斗地主 为选手们提供奖金 好 感谢我们冠军之路见证观 飞鸟的分享 下期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湖南新火辽园 和广东N5俱乐部的精彩对决 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这一切 混合赛也将前面开启 熟悉的配方是熟悉的味道 欢迎您收看 欢迎收看 欢迎收砍 欢迎收看高渡地主冠军 这个大赛事 缓缓相超层次分流 多用一款适合你 比方适合你 跑台强队持续elt赛 身上力量不断涌入 开始奖金再度提升 凉手啊 很 多 搜刮都已 冠军队S5栽木 欢迎每一位热爱斗地主的你 产生最大的异负